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关于这个问题 在我们这个组织筹备成立不出 我们征求过邱伟林会长的意见 所以我们把他的名字放在了发起人的名单里面 他是同意作为这个组织的发起人 后来邱会长曾经给我们来电话 声称他受到来自他们协会内部的很大的压力 被迫退出 那么对于邱伟林女士 做出这个决定 我们表示尊重 但是不管他是以什么理由和原因退出 我们要在这里郑重的声明 我们这个组织绝对不是一个反对立法的组织 谢谢大家 我说明啊 我说明啊 你看啊 我说明啊 我说明啊 我们好啊 我说明啊 我觉得我所想的 原因是非常有趣的